三角形七十二遍呢 这个课程它是希望能够透过动手做 让孩子来体会一下那个几何的美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活动呢 就让孩子先认识学聚 请问一共有几个颜色 最长的 红色 最短 橘色 第三长 红色 现在请小朋友呢 每一个人用三根相同的颜色做三角形 然后一个人做两个 左手哪一个 右手哪一个 这样有没有问题 没有 好 来 加油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是让小朋友用同色的后条来做等边三角形 先导孩子来论证 为什么你没有尺可以量 而知道它是等边三角形 来 你们来说一下 这些三角形呢 它们彼此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大小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的地方 你们同意吗 同意 好 那请问下谁可以来证明 它三个边是一样长 因为你们没有用尺量 因为它拆下来比比看它三个边都是一样长的 很棒喔 那现在我们每个小朋友都把你的三角形 拿其中一个 你把它拆下来比比看是不是真的三个边都一样长 那么接着呢 我们会用两个颜色 三根扣条来做等腰三角形 那么这个就是三角形的一个图像画 孩子很容易从图像当中看出等腰三角形的特色 就是两个边一样长 它有两个边相等 然后一个边相等 这一个呢叫做等腰三角形 来说一次 等腰三角形 好 两个人一起玩 好 腰四 诶 很好 要有人把它腰好一点 我们后来会设计一个摩天轮 主要是说让孩子来熟悉一下这个等边跟等腰三角形 怎么样选择透条才会很尖呢 上面要比较长的下面要比较短的 如果比较短的话上面就会比较尖 两根要配合它所以会比较尖 哦 下面的那一段怎么样 要比较短才会很尖 你觉得它有什么特色 你们首先放下 你会有什么特色 直角 你怎么知道它是直角的 我们请这个同学去窗控那边比对看看跟那个窗户的角有没有一样大好不好 来去比对看看 所以它是什么 直角 那现在请你们每一个同学 你们都可以起来去那个窗控那边比 看你的三角那个角有比窗控那个大还是小还是一样 来 赶快去比 小朋友他们其实都还没有上过三角形 结果呢有的孩子会用是直角跟不是直角来分类 那有的孩子会用直角三角形 锐角三角形跟顿角参角形来分类 等边三角形跟等腰三角形来分类 那也有小孩子会用等边跟不等边来分类 哦 你用绿色 绿色比较多的一类 然后呢是橘色比较多的一类 黄色比较多的一类 然后蓝色比较多的一类 那是什么 紫色比较多的一类 然后那个是怎样 三个边都不同 哦 他是用颜色分类 当我们提供学具给孩子以后 会发现孩子的一个直观的创意 我觉得这是我们课程当中的一个特色 那我们最后呢还有提到一个就是 让孩子做出四个等腰直角三角形 来论证我们有六种扣条 为什么只能做出四种等腰直角三角形 那么小孩子呢 他们一开始也是不晓得这个要怎么做 可是我们会发现有的孩子会尝试拿两根蓝色在那边比划比划 他就会说这两根很长 找不到另外一根来跟他搭配 那么我觉得老师们呢 可以引导他从头到尾把它说清楚 就是说最短的是橘色 当两个腰可以有人跟他配 然后再来是紫色 黄色 绿色都可以 然后当蓝色来当两个腰的时候 就没有更长的一个斜边来跟他配 那这样子的东西是透过孩子 他看到了一个点 那我们呢引导他呢 完整的来做一个简单的论述 蓝色的因为太大了 所以没有人可以跟他配 红色的也太大了 所以也没有人可以跟他配 这个两色的不要 好 这个很好 这个很好 还插一个 那另外一个就是 用三个色来做直角三角形之后 这个时候因为是三个色 那他的论点就要从斜边来看 黄色当斜边有两根跟他配 黄色当斜边有两根跟他配 那最长的斜边是红色 是蓝色 然后黄色 绿色 那这个都是可以的 那当斜边是紫色的时候 已经找不到另外两个色跟他配了 紫色太短了 没有人可以跟他配 橘色也太短了 没有人可以跟他配 喊锐角三角形 如果这边刚好出现的 刚好跟你说的一样 就赶快拍下去 扑克牌呢 它有两摞 一摞是黄色的封面 一摞是蓝色的封面 那黄色的扑克牌 它上面写的是扣条的颜色 那另外一摞呢 它上面写的是直角三角形 顿角三角形 跟锐角三角形 那因为张树的关系又增加了等腰三角形 和正三角形 在玩心脏病的时候 麻烦老师们能够把等腰三角形 跟正三角形的牌先拿掉 然后用直角锐角顿角 让孩子来玩心脏病 那主要是让孩子熟悉 这三个三角形的名字 两张翻开 耶 请用两色做正三角形 正三角形 你可以用三色 可以用两色 可以用同色扣条来做三角形 当孩子翻出两色的正三角形 那这是做不出来的 一般的小朋友的习惯就会拼命做 然后做到一半突然发现 不行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这个活动呢 要给孩子玩久一点 就是多给他几次机会 到最后学生可能就会归纳出 如果我要用三色 来做锐角三角形 这三条扣条呢 长度要接近一点 然后如果我要用三色 来做顿角三角形的时候呢 一定要有一个边要短一点 所以孩子会从那个做当中 去看到这些特色 那么我们也期望是说 不是老师告诉他这样子的规律 而是学生从玩当中 来告诉老师他发现的这些特色 今天学到了等边三角形 还有等腰三角形 跟锐角三角形 还有顿角三角形 在拼直角三角形跟等腰三角形 跟等边三角形的时候很有数学位也很有趣 我们分类的是三组 第一组是三个拼起来都是一样颜色的三角形 第二组是两个一样颜色的呢 还有一个不一样颜色拼起来的三角形 还有第三个是三个拼起来颜色都不一样的三角形 顿角三角形是一个顿角 剩下两个是锐角 学到了三角形的构造跟形状 还有它的角度跟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